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昨天開始 星期日的快活谷日賽 兩隻NATCHEN馬膽 第五場的快利浦7.8倍 跑第五 第六場的戰鬥英雄6.8倍 跑第一 先講講這兩隻馬 我再回來講我其他的題目 回過第五場第六場 第五場 快利浦 其實我沒有投訴 如果大家有看中段的場次 其實看第三場 第四場 基本上看到中外蕩衝好 所以買快利浦那天 場地形勢已經適合中外蕩衝入直路 田泰安整場賽事的發揮 我不覺得有大問題 我覺得他拿位和我想像中 基本上是一樣 他衝回來 輸一個馬位 跑第五 跑不到入位置 我覺得 他跑適合我 我沒有說過 因為其他的馬 全部跑出超水準 你說那些成材 馬超水準 馬本身是有的 不過你沒想到這場 馬這麼厲害 人就沒什麼超水準 三四碟走 附庸莊 追風企 竹川一 全部跑出水準 或者是水準 水準以上 那快利浦都是跑出水準 或者是以上少少少 但是一堆 就是跑第五 那沒辦法了 這件事 這件事我沒有投訴 對於田泰安 反而第六場 我覺得史曉峰的跑法 是有些害怕的 史曉峰的跑法 有些類似 那次我出了馬膽 聶湖章姐 不是剛剛輸了田草千葉 鵬國年那次 是對上一次 跑回谷草千葉 莫雷拉奇那次 全程有些居前到後的 史曉峰 他一出來了 馬快 他沒有著意留在那裡 想等涉不涉到入面 等涉不涉到入面 等了五、六百米 都在四碟 全部都在四碟 四碟 四碟 沒有遮擋四碟 接著現在 真的等不到 現在才縮進去 想找到二碟 縮縮縮縮縮 縮了那麼久 都是四碟 已經跑了四百米 接近五百米 還在四碟 接著這裏 真的非常幸運 這樣才撒到二碟 因為後面那些馬上退了 我看到這裏 其實挺不安心的 我看到這裏 是 但是 隻馬本身是 很厲害 都帶了他回來 進到直路 其實轉彎都擁住上 轉彎都擁住上 隻馬 隻馬擁住上 進到直路 一衝 過了 其一就是 本身隻馬水晉高 我也說到口臭了 初出對著晉晨那場 是一場高水晉賽事 他跑第二 一點都不實例 那場 接著兩場田草 接下來了那場田草 排在裡面不行 再上一場 田草千二 又是追上來 跑第三 這次終於回到 可以說是最佳路程 戰鬥英雄 谷操千二 場地形勢配合 場地形勢配合 這樣贏馬 但我不覺得史卓峰的發揮 比田坦安的快利寶好 我覺得史卓峰的發揮 是水準以下的 但是隻馬有 自己很幸運 那就跑第一 幸運大興 有個第三 穿了一個PQ回來 講回 有幾樣東西想帶出 因為我看到坊間也有很多朋友說 真飛 事前飛 以及我個人的 一些投資的心得 可以投注 可以投資的心得 或者一些個人的 投資的規條 我自己會遵守 第一件事先說 真飛 其實真飛 我明白有些朋友說 有很多人說 賽馬KOL 或者賽馬KOL 說 你看 很多人貼 官台的貼 都未必買那些 或者KOL 或者KOL 貼那些人有沒有買 好像沒有分享票出來 就失去公信力 這件事我明白 你貼就貼 貼這隻 但可能買其他 沒什麼意思 很多人都可能會這樣 有些人貼了這隻 然後臨場又說 其實買了其他 其他 然後贏了 因為這樣 所以買了那些 都有很多事情發生 這件事都會理解 因為其實有幾樣東西帶出來 第一件事 你說真飛 會令大家安心一點 順利 這件事我明白 但第二件事 為何我 不會在這段影片 已經買真飛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這是我個人的投資原則 是最後一分鐘才買的 如果大家看看 這個投資時間 15.05分到15.35分 就是開賽的時間 它臨入閘 去到最後幾匹 我才買下去 大部分 九成九個票 我都是這樣做的 由位置 去到我如其清水孖寶 那些 我都是這樣處理 因為我要去到最後一刻 才知道 大概最接近最後的賠率 那我才可以決定 買多少 或者買不買 這是第一件事 你說叫我給市前 給你一張票看看 可以不可以 但我已經開了跑龍 因為我最後一分鐘才買 你說之前的影片 即我隔夜的影片 你已經看到那條票 如果我買下去 這個是違反我個人的投資原則 因為我未知賠率 我亦都不想花我幾百元 做一些 可以說是marketing expense 宣傳效果 我給你看 我買了 我又沒有興趣做這些 因為 如果你說我做marketing expense 我不如自己在Facebook 放下廣告 Youtube放下廣告 我做甚麼要 給一些錢 買下去 做一個 宣傳效果 你就問我 你買了下去 還是你也買 那不是這樣說 譬如我買五百元 賣一千元 那這五百元 賣一千元 即是Touchwood 如果輸了 不是贏的 輸了 我這個沒有了10%回購 我無謂做這些 所以我一定是 統一到最後才買完 由Mabel 位置 重心投注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重心投注的位置 很少可有QPQ WIN 都有 今春六十個WIN QPQ都有試過 但大部分都會維持 那我就不會生有幾百一千元 我無謂自己增加自己的風險 本來可能是一萬元交易的 我買了一萬元有回購的 輸了 Touchwood輸了 有回購的 以及買了幾百元 Touchwood輸了 沒有回購的 我就不會這樣做 如果真正是掌握自己的投資 會管理自己的每一分每一毫 是不會浪費這些錢 無論是一元 或者兩元 或者三元 都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會這樣做 我明白是做一個 可能是給大家信心 或者當自己是做一個 Marketing expense 市場推廣的費用 這件事我也明白 但是這件事不符合我自己 就是自己個人投資的規例 就是自己投資的規例 我就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分享了 真非 事前非這兩件事 還有一些投資的固執性 就是我不會花一些 不應該花的投資 這是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的投資 你看到這張票 發力寶是一萬六千 戰鬥英雄是三萬五千 為什麼呢 其實這不是追溯的問題 首先追溯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因為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通常你說追溯或者贏就滾 你當日的戰色會很依賴你最後一兩場 你自己的水準 因為你贏了頭八場 贏了第九十場 你滾下去 如果你第九十場不准 你就輸回頭 或者你沒有贏錢 同樣 如果你輸了錢 你想追溯 第九十場 你就買下去更加輸得多 所以在無論什麼情況之下 你有追溯好這個概念 你的問題就來了 你自己個人的戰績 是很依賴你第九、第十場 或者第十場 最後的那一場 那個水準 你的水準一低 根本上你全年的戰績 都不會好 所以追溯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我經常都跟我的臨場分析的朋友說 他們說頭幾天輸了 想追溯 有什麼推介 我都說不需要心急 等下次賽馬日 賽事不會沒有了 那就等下次先 有心水 不需要這麼緊張 這一天要追溯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這是第一點 我要先搞清楚 第二點 為何快樂寶是16,000 戰隊英雄是35,000 因為快樂寶那場 對手很多 對手很多 但我覺得他很穩陣 他的馬 未必贏到 但是穩陣 其實他的跑法 也是很穩陣 跑出來的結果 也是很穩當 只不過是輸了 然後跑完第五場之後 場地形勢一模一樣 都是繼續在中外檔直路衝 戰鬥英雄很適合 他本身的馬 就喜歡中外檔衝 賽事動形勢也適合他 所以其實水準 這隻馬的能力展現出來 初出輸比進城的能力 是高於這場所有的馬 所以他還有21元 所以我買大一點 因為這是最後一個機會 因為他的第七八九十場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亂局 都不適宜去做大署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看到這兩條票 可能一般人的誤解會是 你是不是追數 所以戰鬥英雄買大一點 不是 而其實來說 追數是我最不同意的 一個投資的陷阱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 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麼 勞騷多了 因為昨天自己的臨場分析 頭兩場是好 中段不行 你兩場又好 那人開心的 就發多些罗訴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而現在 哎 寫錯了 不好意思 其實高出賽約馬 應該是放在右邊 不好意思 那麼 禮拜三賽事 終於經過兩次 沒有高出賽約馬之後 又有高出賽約馬 四隻 分別是第三場的 晉王升 堅有了 第五場的正本同心 第八場的聲光爸爸 希望大家都知道 希望大家都知道 海高出賽馬 都挺有趣的 有時跑出來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作為參考 當然要講一下備忘馬 那講兩隻 第一隻 會不會選擇第三場 第二場 榮冠大盜 榮冠大盜 其實這場賽事的步速都少少偏快 他跟著第二位 跟著漁峰超現 跟著小小急之下 回到直路 要記住 頭六七場賽事 頭五六場賽事 直路中外檔衝比較好 那個奶度是貼了 基本上是貼難的 所以他是虧了小小快步速 和虧了小小直路內檔的形勢之下 跑第三 其實表現一點都不失禮 那麼 我覺得這隻馬 已經分 沒有問題 這個分數 狀態沒有問題 看看 接下來要怎樣部署 葉初學那些 會不會下一場 就已經把判斷上去 這個大家要留意 第二隻備忘馬 第十場 勝利威龍 我想大家都看到 這場步速都算少少快 有利後上 但組斷的處理 有很多 知之助助 這隻馬 可以說是嚴重檢查了兩次 大家看看他的跑法 勝利威龍 當然這個檔位不是算太好 他是第十檔 一出閘 他已經著意留後 賣到內蘭 省位 誰知道 都好見不常 前面的馬 不是這麼快 所以 其實 是著意拖得很慢 這裏拖了 已經拖了 這隻馬 弱速了 已經搶口了 這裏 嚴重 算是嚴重抽了 其實已經 持續抽 不是叫嚴重抽 而是持續的少少抽 鑽彎 鑽彎 亦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稍後有些樹會遮到 但是你要看看 這裏鑽彎出來 打算拉 找空位 這裏又是要抽 抽了很久 這裏 過圓科樹才剛好抽完 被明進知清楚 這次 所以嚴重抽了兩次之下 這裏是整條直路和達森星鬥的 雖然他散了少少快捕捉 我也是這麼說 但是 早段未進入席路之前 抽起了兩次 其實這件事情很嚴峻 如果正正路路跑 我想比起頭 贏不了 我想都是這三隻馬 丫馬一起鬥 始終這隻馬 是整條直路和達森星鬥的 你就知道他有多厲害 所以大家下次再留意 盛利威龍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和我的分享 關於我自己個人的投資 一些規則的分享 和關於備忘馬 和回顧我的Nature馬膽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給個like和讚我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這個頻道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簡單的留言 留給Fans 或者一隻隻 支持一下我的 大家知道 我另一個渠道 發放在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15分鐘之前都會說 嚴峭 遇見習田六輝 場地形勢 和騎年龍胎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取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Facebook page Netchan探討 是嗎 按下傳送訊息 或者在我自訂Post 留言 盡快分享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們看 看你們再參與 好 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 Netchan 看看這裡 按一下 按一下 訂閱 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這個鬧鐘 還有按全部 那第一 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一個通知 大家經常知道 謝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暫時 按它 按這個 按ぐ